科学家在对地球磁场的研究发现,地球磁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,磁场的位置会发生搬转,二十世纪初。 法国科学家步履内发现,地球磁场在七十万年前曾经发生过搬转,随之人们对地球磁场的研究,人们获得了许多磁场搬转的新证据。 在某些岩石层中,科学家发现一些岩石中的磁场与现代地磁方向相同,另一些岩石的磁场的方向有时出现相反的方向。 科学家们还通过对岩石的存在研究和测评,分析对P各种数据后发现,七千六百万年前,地球已经发生过171次磁机搬转,最近六百万年间发生了三次搬转。 这三次的间隔时间步的,最近的一次翻转是在七十万年前,现在的地球正处在一个磁机翻转的运动过程中。 根据测评显示,在过去的四零零零年中,北美洲的磁场强度已减弱了百分之五十。 那么,是什么原因导致地球磁场的翻转呢? 科学家认为,在太阳和月亮的隐喻作用下,地壳的磁转与地壳和地板并不同步,产生了强大的交叠电磁场,使得地球南北磁机磁场进行低速运动,形成地球的南北磁机翻转。 科学家还发现,地球磁场速度减速和地壳与地隔间的相对速度的变化,是地球磁场发生翻转的主要原因之一。 还有部分科学家认为,地球磁场反转,是由于小行星撞击地球造成的,由于关系的作用,使得地球在受到撞击后,磁转速度发生变化。 当小行星撞来的落点与太阳系平面的角度大于四十五度时,就会出现地磁反转。 根据科学家测算,地球磁场发生反转前,会发出明显的预兆,磁场强度逐渐渐弱直至为零。 开始一个漫长的翻转过程,一万年后,磁场方向完全翻转,磁场强度逐渐恢复。 2014年,英国《每日邮报》报道,地球磁场在过去二百年中,已减弱了百分之十五。 这有可能是地球磁场将反转,两极颠倒的先章,而这将给地球及人类带来灾难性影响。 有科学家称,如果真的发生磁体反转,地球将会遭遇强烈太阳风,并可能引发持续数月的大规模停电,而且可能会影响到计算机里存储数据的安全。 利用磁性原理导导的数据,将可能彻底消失。 此外,磁体反转还可能导致地球信号发生剧烈变化,使人类因造受更多的宇宙辐射而幻碍率大幅提升。 英国立物浦大学地球,海洋和生态科学教授霍姆称,地球磁体过去经历过许多次反转,但目前还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反转,与生物大规模灭绝有关。 而另一部分科学家对于地球磁场,是否会发生反转,发出了不同的声音。 他们认为,地球磁场是不会发生反转的,根据研究地球磁场获得的岩石层中不同的磁场位置,有科学家认为,这是大陆曾经漂移有力的证据,而不是磁场反转的证明。 但也有科学家声称,地球磁场平均每50万年左右,就会反转一次,地球磁场在过去的7000万年之中,已经反转了百余次。 今年5月,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报道称,根据科学家最新的研究发现,地球磁场近期不会发生反转。 根据英国、德国、英党三国科学考察团队的研究发现,此次发生的地球磁疾偏转事件,持续了将近1000年,其中磁疾真正改变的时间大约有250年,随后磁疾又恢复了原状,地球磁疾是否会出现反转。 现在发现的一些岩石中磁场方面的发现,究竟是磁场翻转证据,还是大陆飘移的证明,下次可时翻转。 科学家们还在不断的争论,欢迎大家发出您的认识,欢迎大家评论,关注我们,或许您关心的讯息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